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发现者HS和某牌HS的对比视频 这个呢就是市面上紧跟着发现者步伐 以防发现者产品外观的某牌产品 这个呢就是发现者的HS前置瞄准镜 首先我们从这两款产品的外观上看有些什么不同 初一看之下两款产品的外观上确实很相像 有几分鱼目混珠的意味 在配以某些商家寒沙摄影的说辞 很容易误导了玩家兄弟们 下面我们对这两款产品进行一个系列化的对比 首先从外观的长度上开始 呃大家看啊这是某牌的HS 它的长度是34厘米 这是发现者的HS 长度是33厘米 好 下面呢进行的是重量对比 大家看啊发现者的HS 它的重量是680克 某牌的HS啊 重量是707克 现在呢我们再从两款描的外观上讲讲一些外观上比较明显的区别啊 大家看这个物端端 右边呢是发现者的 左边的是某牌的 大家看啊发现者的物端上面 有两颗小的螺丝 总共有三组 而这一款上面呢 是没有的 这三组螺丝 就在 专业上叫做军规的抗冲击螺丝 这三组螺丝 有很重要的横向 抗冲击作用 后续的抗震视频 我们我会为大家详细的讲解 而某牌只是仿了外观 完全没有抗震螺丝的这个设计 好 接下来 我们对这两款描进行一个清晰度的对比 以同样的距离 同样的倍速 同样的焦距进行一个比对 好 现在我们开始清晰度对比啊 大家看啊 这两款描现在的焦距 全部都打的是100码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目标物的距离 就是90米外的瓷砖 墙面的瓷砖 倍数 也两只描全部都打的是10倍 这两只描呢 也是同样的都是三练管径的 好 现在我们先将某牌的HS 放到这个拍摄的设备上 好 现在我们将这个拍摄设备打开 将倍率调整到一致的啊 2.1倍 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画面里面看到的有瓷砖 有窗户 还有空调 这摄像机已经开始实时的动态拍摄 目标距离呢 是90米左右的墙壁 墙壁上有瓷砖 好 大家可以看啊 现在大家从画面里面成像看啊 整体的成像 这个 呃 外面的外框的边缘啊 有一种模糊的那种虚影的感觉 然后 从中心的成像来看 还是能够看得清楚的 能够看得清楚瓷砖 但是至于瓷砖上的那些纹路并不是特别清晰 好 下面我们换上发现者的啊 现在就是把发现者的这支 放上去 好 大家看啊 现在就是已经换上了发现者的这支 瞄准金 HS 大家看啊 整体画面的所有的成像 包括边缘的中心的都是非常的清晰 以及瓷砖的纹路 还有墙壁上的一些白点都清晰可见 还有另外那个空调 那个空调下方的那个留下来的水印啊 是金属生锈了 慢慢的下雨留下来的那个水印在墙壁上也是清晰可见 以及包括空调下面的另外一户人家的那个窗户 窗帘这些都清晰可见 这个就是两款苗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清晰度上的一个区别 这个就是某牌HS和发现者 正品 HS的清晰度对比 请大家认准发现者正品 发现者一向以原创设计和质量品质为宗旨 发现为之传递价值 谢谢大家对发现者的关爱和关注